生活的影響其實真的不少 阿謙哥你覺得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說我們不想見到 我們要考慮什麼改善的方法 大哥其實我們不是所有發展 不是所有高密國 而是由誰去決定 由誰去畫展 是否由市民決定我們住的城市 應該在哪裏發展 而被控制了反應2年的生命 甚至由發展商說 這兩個有沒有求區不合格 我相信就是同意同資 那我想問一下兩位嘉賓 就是呢 曾經以前在吉盛當時 都叫做求區蔓延 那麽 韓邦特略省那邊 曾經有一支聲音 就說某些陳腐萬年在那邊 賣這些 所以他們擔心上 而有些商家 或者有些事業 他們不參加某些陳腐萬年 就拿到政府官場機會 就變黑暗了 那麽當然是 表面上是找不到的東西 但是 一方面 政府給不起你中招 那麽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給予這些東西 那麽這個呢 就是等起市民 一些的顧慮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 去建一些大企業 或者建一些大的團體 去 去 有些所謂 就是 很貴的那些陳腐萬年 還可以和三養吃飯 可以和賀錦奈 戴哥夫球 那麽那麽 那麽這些 那麽的陳腐萬年 我們是否應該去限制它 去禁止它 還是說 我們只要是 透明就可以了 那麽 那麽你覺得 這麽問題 我們覺得 那麽靠通 是不夠的 就好像 早前說過 如果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某一個人 給了二十萬 去支持這個政客 那麽大家都說 嘿 這個人的背景 我們不要支持這個政客 但實際就不是這樣 因爲實情就是 在一個選舉戰 或者選舉期間 第一個犧牲者 就是真相 那麽呢 那麽 那些政客 拿了些錢 他就不會說 你們來選我 那麽那麽那麽 而是呢 現在的戰略 是一個 建議的法案 是 沒有太多的 那麽來 那麽如果你有指摔下去 那麽 那麽 妳有擺卵 所以那麽 當時 那個美女選舉 那麽 我們現在的對手 已經擺盤了 建議的本質 是 做法案 也好 所以那麽沒有時間 去出美同本地 將自己向來 有影響的期望 的 那麽我大家說 那麽 這麽 那麽 這麽 那麽 專為 那麽 其中一個有效的 技術 那麽 就是 客廣告 因為全體我們個人都可以跟他們講過 是指甲口的有線條那樣 所以我覺得,我看過這個情況 都會對你本身的那個插入人 都是比較的方向 所以沒有辦法可以去制止 那你又有甚麼叫做 為何有原因可以不舉踩去海洋機門口示威 或是市民主席示威 是發展到這方面的影響 這方面的影響是否會在寫輪那裏 當這些每一刻正式發派時 是會出聲指示公道 就是說這些我們不是一個正式輪轉速度方法 而且是暴露了這些所謂第三方究竟的背景 而令到普遍市民知道究竟是甚麼事 好 恭維聽聽李三的意見 哈囉李三 你好 主主嘉賓 你好 我聽到議態度發表自己的感想 說一個是團結的選舉 是不受金錢所支配 就是那個被選舉人呢 就是他們去的裏面 找一個是官司局 就是會認同選舉 如果用金錢來參與選舉 就很多人是不清楚的 甚麽很多人被選舉